累了 今天去哪儿了呀 这么累 去移宿了 你去移宿干嘛 他们看上你了 上午 从上上午 原来那场外卡三 还有这种附加条件呢 你怎么不找跟我说 我那会儿呢 是觉得说了也没必要 还增加你的压力 但如果我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你是不是就跟移宿彻底两情了 那你再没有别的了吧 是没别的了 他们现在呀 就想把这个合同给定了 霸王条款 摆着便宜应战 你是觉得 契约金低了吗 低到离谱 五年 你保证成绩的前提下 一年三十万 固定不增长 还可能会有一些 未知的风险隐患 你觉得这合理吗 我 咱们到新闻长天去吃了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如果是钱的问题的话 我是可以签的 因为毕竟那场外卡赛 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欠别人了 咱们就还了吧 还没毛病 你说得对 对 但是呢 这的确不是 钱多钱少的问题 这个是价值对等的问题 那运动员嘛 他最终是靠沉寂说话的 不是吗 能够承受这波损伤的前提 是合理的价格 不然之后心态会失衡的 这道理 我想的 就是没你那么多 我呢 就是太了解 他们这套操作了 但是没关系啊 不着急 他不是说有得谈吗 这要是躲不掉 我就去帮你争取 更好的条件 反正你知道就行 我是可以签的 这事吧 它不是什么过不去的难事 就是 谈判嘛 谈呗 我最会了 我最会了 填区是吧 嗯 找 给你 好热啊 小高总 您的客人到了 您请 收下 这个呀 确实不是 我跟蒋总打的配合 我只能说啊 这些年 我们俩的确实 有些默契的 我看中的呢 是你 蒋总看中的是你们俱乐部 也不矛盾 多签给我们艺术多好 俱乐部的事情 我说了不算 我今天来只谈我的事情 你就给我一句准话 是不是我把这个代言人合同签了 你们就不会再拦着人给我们投资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今天要住宿舍吗 那个 有个事啊 喝不喝水 不喝了 就是我今天去了易宿一趟 然后 把那个代言人合同给签了 条件好了不少 钱也多了 五年变三年了 我是觉得能签就赶紧签了 没那么大事 金天川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正在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你别管是换投资人 还是把这个合同谈得更好 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谈判和拉扯 然后呢 你就这么撑不住气 自己跑去把合同签了 你不正中别人的心思吗 你不要赌气地说 我现在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是不是眼下最快解决问题 对我们俱乐部损失最小的方法 不是 你是可以继续找投资人 但是不是要时间 是不是要继续找俱乐部的钱 我很清楚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更清楚你现在面对的是 怎样的困难 所以我宁愿个人损失 我也不想你独自承担 你根本不懂我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擅自做主啊 不是 什么叫我根本就不懂啊 我 而且说到底 这合同也是我的事 我就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不能 尤其这么大的事 你最起码应该跟我通个气啊 我 我就不想俱乐部 因为我受牵连 我不想让你为难 我不用 尤其不用你用这种牺牲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是你之前跟我说的 你说你都会听我的 结果你今天你听了吗 你说都不说一声 我真服了你了 我 我才是服了你了 你 你是不是就是接受不了 出了一个事 是我搞定的不是你搞定的 还是你接受不了 我会变得比你强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不想跟你吵架 你回宿舍了 那你记得把张开了 梁经理 恭喜啊 都听说了 你们这头号种子宋三川 已经跟艺术签下了经济约 有这么大集团背书 相信你这集团是能走稳的 咱们这合作你放心 一切照旧 正常推进 有多好啊 问题都解决了 你现在是不是特后悔 跟人家说那种话 我老感觉 这个合同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 你是心疼宋三川被人压榨 不愿意看他受委屈 但是你也得承认啊 你现在眼前的难关 你都不解决 哪来的以后啊 我就是气不过嘛 这么大的事 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所以我就一下子 没控制住情绪 谁知道他还真的走了 他问你会生气 那我问一句 你心里做好准备了吗 你男朋友有可能 就是要和你们 刚认识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啊 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调整调整自己啊 我特地给你整的特产啊 不是 焦焦 我这怎么就扒个他这实际 为什么 这我老婆买的 你问他去 梁老板 偏心了啊 里面东西都一样 我站跑到了咱们叫 真好看 赶紧是 大家都在啊 姐 怎么来了 这不他 梁桃 有喜了 什么呀 不 不会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 我能跟大家正式宣布一下 梁桃成为超级爱的经理人了 恭喜一下 梁老板 好了好了好了 不过在找到 合适的人接班之前 我还是会继续兼顾宣传工作的 小梁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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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姐 这倒饭点了你也饿了吧 我点点吃的 咱一块吃个饭 不用我这碗泡面就行 你追动 我来煮 一碗 不给 我给说不给你 不给你 行 我给你 面好喽 三川你怎么回事啊 让你去煮泡面 你真就煮个白泡面呗 连个鸡蛋都不舍得放一下 是啊 我就爱吃白泡面 我也想吃白泡面啊 我也想吃白泡面啊 为什么吃 我喝 以后咱们就吃白泡面 调料咱都不加 对 好 吃点泡面 白泡面最好吃 我给你加 你不吃啊 我 我吃啊 不行我饱了 要汤吗 不用 就吃白泡面 好嘞 纯粹的白泡面 我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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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啊 吃啊 嗯 那是没地儿了是吗 嗯 嗯 听我的想的 放个箭单啊 真想的 放点肠吧 梁经理 别生气了 你怎么还生气啊 生气对肝不好 为了我抱肝不值得 别给我装 我要不来找你 你也不跟我道歉 也不跟我发微信 也不回家 对吧 没有我胆子小嘛 你知道的 我怕你没有原谅我 你要是还生我气 我怎么办 你要是打我我怎么办 你说我谈小男朋友干吗呀 生气了还给我搞冷战 我还得来接还得来哄是吧 没有生气不生气 梁经理不生气 要不我背你去 我背你回家 我背你 我背你 我背你回家 那天吧 是我不好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然后 态度也差还嚷嚷 对不起你 对不起 你知道吗 你走了我一晚上没睡着 外面一有动静 我就在想 是不是你回来了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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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错了错了 以后你就是赶我走 我 我也不走 我就 就按迷马锁回了 好吧 我 错了 其实 你说的话挺对的 一些问题 我当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我妈说的那些话 我就是听进去了 其实从小她就特别爱说这种欲见感的话 我就不愿意听 但毕竟说到你了 那些话 还是扎到我心里了 你突然拿着合同出现在我面前 可能 那就是你跨到我前面的那一刻吧 是我没准备好 是我没准备好 咱们谈恋爱 一定要算这些吗 就是因为爱 才要在意这个距离嘛 那你想两个人如果在一起 能步调一致肯定是最好的 但不可能永远这样啊 再加上我们还有年龄差 经历差 是会难一点的 那这样的话我也要重新 自我检讨一下 就是那天我没跟你商量 就去把合同签了 确实是我不对 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上头了 你懂我意思吧 就大家都指望着我 我就感觉 好像那合同非亲不可了 说白了就是飘了 同账 反正我有错嘛 我改正 我检讨 其实 我觉得我妈那天跟我说 那话挺好的 真的 你想想啊 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 都因为彼此成为了更好的人 我就不会是她说的那种性格 她 我永远都希望你更好 跑快一点怎么了嘛 我会努力好我自己那一份的 让我们俩 在一个安全距离里面 我才不要拖住你 相信我 我会一直在你的安全距离里的 我相信 我这 话说得好多呀 嗓子有点难受了 说真的啊 我其实 我能接受你比我强 真的 强哥 你去那冰箱里面 帮我拿瓶冰啤酒 说强哥 你才强哥 强哥 你知道吗 你如果能用嘴 把那个瓶盖给这儿撑 起开你就更强了 那你这么说也那天说我 你哥们什么都不懂 你 你啥 冬姐 强哥 冬姐 你去帮我拿嘛 强哥 冬姐 冬姐 吃我一脚 好 好